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越三万五千年的时光 是否会遇见这位老祖母 找到属人最初的家园 列车且封到这 滋阳北站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把我带到滋阳 再神奇的属人原乡 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这条陀江就是古代的滋水 古往今来 滋水两岸孕育了许多非凡的人物 流传着无数精彩的故事 千百年来 一双双巧夺天宫的时候 让石头有了生命 有了灵气 我们滋阳安岳县 遍布十万余尊石刻造像 上城 云岗 龙门 下起大族石刻 安岳石刻 起于南北朝 胜于唐宋 以古 多 精 美的磨牙造像 著称于世 是中国古代雕刻的 又一伟大宝库 气势辉红的艺术长卷 在巴山熟水的悬崖 岩壁上 徐徐展开 年年岁岁 每时每刻 陪伴众生 不仅石头灵性飞扬 这里的水土也养育英才 大雪压轻松 轻松停泉直 药汁松高浅 带到悬化石 至今 还鲜活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了解滋阳的最好窗口 最成一家的滋阳河 川剧流派 别具韵味的民间说唱 典雅精湿的雕塑和书法 历久迷心的竹编剪纸 等传统工艺 令人叫绝 惹人回味 在滋阳 不仅有古老的韵味 更有时代的亮彩 坐拥成独门户 建设凌空新城 明天的滋阳 让人遐想 尤其让我惊喜的是 全国最大的柠檬小镇 栖身于此 安逸的田园时光 引来一波又一波外地客 长寿之乡的秘密 也许 就藏在这生机勃勃的 多彩丘陵里 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FM103.5 紫阳引力广播电台 综合广播 紫阳 不仅是万里相愁的公司 更是心灵齐驱的家园 多少人来到紫阳 多少人爱上紫阳 多少人寻梦紫阳 也许 此心安处 是无相 在蜀人原乡 找回我们儿时的乡愁 就像我 渐渐地 竟然也忘记了 异乡人的身份 享受着这安逸 幸福 美好 有滋有味的 滋养时光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